长期致力于关怀弱势以及急难救助的 宜蘭县向日葵关怀协会 这两天动员了30位志工 一起来制作健康卫生又养生的中秋月饼 并且加以来分装 由理事长等干部以及志工 亲自送到弱势家庭家中 带来秋节的慰问以及温暖 我们说月圆人员 因为弱势家庭我们希望送一个温暖 送到他们的家 我们是全我们的心 大家学会这些志工 和消费人士来帮忙 因为这个弱势 他也是需要人家问一下 我们人家都是这样 和这个独老 独老是很爱我们去问安 我们去关怀我们人都是同样的 这次中秋节向日葵关怀协会 筹募了7万多元 自己来制作月饼 送给三星 罗东 东山 苏澳 以及宜蘭市的70位独居老人 三十组的弱势家庭 以及长期服务老人的40位志工 贫困家庭又付上了3000元的红包 增添过节气氛 也让这些弱势家庭来感受到社会温情 上三星 三星牛头和台湾天上碧 这样一直送去 有的是要送去宜蘭 宜蘭因为有感恩户 我们也要送去 和台湾那边都要送 所以说我们要送的地方很多 我们在这里大家来外面的先行人士 这里大家再来募集 还有的是我们的会员 再来募集这个钱这样 宜蘭县向日葵关怀协会 前身为81年所成立的宏祭关怀协会 民国97年更名为向日葵关怀协会 长期致力于弱势家庭 独居老人以及急难家庭关怀以及救助 也希望各界一同来关心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家庭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